这么多年您跟丙毅老师见面多吗 最近还比较多 有一个时期 有一个时期是什么呢 是不在一个单位了 有一个时期见面最多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在乐团的时候 乐团独唱独奏小组 在一个组里头 那时候很熟悉吧 当然 他演出啊 他演出小音乐会什么老演 那个丙毅老师生活中很绅士吧 我感觉 是 他比较 我们那时候 他们这年轻的 就比较懂事 比较懂事的 比较不是那种 那种就是很粗暴的那种 就很简单的那种 其实就是情商高嘛 对对 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 就从小没粗暴过去 对 而且我以前吧 一直觉得丙毅老师 感觉相对是不太说话 后来有一次采访他 哎呦表达能力特别好 能力能强 对 然后他讲故事 你特别爱听 就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他描述一个特别普通的事 对 让你觉得听的特别有味道 特别是做这台节目的时候 跟着王岛旁边学啊 会说话吧 是 对 对 你就折杀我也 我觉得这郭老师特别幸福 当然了 我人缘好啊 今天呢 我白来 秉逸老师来呢 也带来了一份礼物 也是呢送给您的 您今天好有收获呀 当然了 我人缘好啊 对呀 哎呦 哎呦 哎呦太棒了 这个呢是 哎呦 是陶玉玲老师 陶玉玲 啊 他呢 对对对对 他呢托这个 丙毅老师给您带来的 陶玉玲 对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这个学生没白交 哎呀 还有点良心是吧 有良心 太开心了 来吧咱们也合张影 一起来 来合张影 今天一号嘉宾呢 我就估计您要能猜出来 也挺悬的 也不一定 以您的聪明才智 不是 我我我我 我心理准备是都猜不着 郭老师 请提问 第一个问题 哦 第一个问题啊 当然 还是那个了 一定得先制到是男士 这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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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答错了 郭老师 答错了 郭老师 你还记着吗 他是谁吗 谁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掌声有请 胡梅导演 著名导演 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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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师 您别过来了 我真没想到 在这见证你 我要打死你 怎么 我打死你 我要打死你 掐死你 胡梅 著名导演 雍正王朝 汉武大帝 乔家大院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 都是他的得意之作 那么他与大来宾郭书珍之间 又有着怎样特殊的关系 近四十年未曾见面的他们 又将为我们讲述怎样的人生故事 四十年没见了 这是我的学生 十年的学生 我想他在想死了 是是是 我不知道到哪里找您 再加上我也太忙了 你打明星 我昨天晚上拍了半夜才回来 来来来 请坐请坐 请坐 咱 皇帝 琦